OK 我們首先跟各位介紹一個這個很好用的剪貼布的加強軟體 那您進來之後看到這個是不用安裝的 這個不用安裝 點開 有沒有看到藍色的 你就執行就好了 那所以你回辦公室也是一樣 就是你可以放在看你要這個資料夾放在哪裡就放在哪邊就可以 那回去各位唯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剪貼布的收集應該是什麼時候開始 應該開機的時候就要開始對不對 就要開始幫你收集 所以你回去唯一要做的一件事你可以按右鍵 在這個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有一顆這個小圖 有沒有這一顆 這樣看有沒有 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選項 你回去就按一下這裡 好 有看到 叫做 系統啟動時開啟 有沒有就做這件事情就好了 你回去就做這件事情而已 好 那這樣它就會開機的時候就幫你自動執行 幫你收集你的剪貼布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東西 我可以先問一下各位 請問 我先把畫面還給你齁 你可以先把它執行 我先問一下各位請問 你覺得Windows的剪貼布好不好用 蛤 好不好用你覺得咧 因為打從涼胎開始就沒比較過 哈哈哈哈 對不對我們很少去比較說剪貼布好不好用嘛 那所以呢你就自然不覺得說 啊 欸咧 到底有什麼缺點有沒有 沒有 那 那 剪貼布它有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請問它有沒有很健忘 永遠只記得最後一個 所以你摳過一個再摳第二個 前面那個自動忘記嘛 這樣沒錯吧 而且你下次開機還會不會在 應該每次都要重來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不覺得麻煩嗎 我們難道不能好 好用一點嗎 可以的 請問檢列布可不可以用搜尋的 從來沒想過檢列布需要搜尋齁 你都知道搜尋要找Google 可是問題是Google上面是大家的啊 不是你家的啊 那所以我們來試看看 有沒有剛剛這樣軟體都執行的嗎 可以的齁 來 好有的蠻新奇的 然後呢 點了沒有效果 老師騙人 一次 兩次 三次有沒有 沒關係 來 你看這裡 你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小小三角形 點開 這樣有很漂亮的嗎 有沒有 你就按右鍵 再其中一個按右鍵結束 就好了 這樣了解齁 但是一般來講 因為這樣我們比較不容易注意到它的存在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會做什麼 這裡有個自訂 有沒有看到 因為Windows 7以後它就是圖示它會自動幫你收起來 好 那所以你可以按這個自訂 好 你看喔 自訂 找到我們要的這個 這個我比較常用 你可以來這邊 你看預設的話是不是叫警顯示通知 你把它換成顯示圖示及通知就好 好 你把它換成這個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變得不一樣了 它就會自動跑來外面 你知道嗎 你就不用再那麼麻煩它打開這個才看得到它 這樣會不會 好 所以你剛剛有多的 麻煩你 自己照月自己單 你把它拿掉好嗎 哈哈 不用執行那麼多個 所以 這個就執行一次而已 好 就執行一次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喔 就是 如果你執行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比較健康一點 好不好 好 問一下各位 如果今天我把這個圖片我把它複製了 複製 我再把這個 複製 複製 請問這樣會留下哪一個 後面的 啊 這很正常嘛對不對 但是 如果今天 我們開了office也好啦 或者你在簡報裡面都沒關係 我開office好了 大家比較常用office 好 好 現在我們把它貼上 這樣沒有錯 文字會進來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我需要的是圖片怎麼辦 來這邊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 這一顆了 點左鍵喔 點左鍵就好了 點左鍵一下 有沒有發現 剛剛圖在這裡 對不對 事實上我剛剛還做過其他事情 有沒有 所以它還是繼續在裡面 所以我今天我要這張圖 你就點兩下 兜兜 好 來這邊喔 你把它貼上 有沒有進來了 要不要再回去call一次 不用那麼麻煩 這樣簡單喔 而且怎麼樣 下次開機還會在 蛤 怎麼辦喔 太方便也不方便 剪貼步站不是好用很多嗎 對不對 你不用因為說 因為我們常常會 這個call了一下 又call了一下 常常是不是你看 我這裡有沒有很多 對啊 因為我剛剛做過啊 所以今天啊 剛剛要這個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情形 這個網頁我可能已經關掉了 有沒有 或那個文件我已經關掉了 你還要再想一下 我當初是從哪裡call出來的 沒錯吧 對不對 我們利用這個方式 是不是就記在裡面了 而且還有一個情形 你看我們剛剛在call著 比如說這個好了 我點進去 好 點進來 哇 這麼慘 因為這個舊版的流氧器 好 假設這一個 OK 那假設我先call這一個 我把它複製起來 我們還會遇到一個情形 如果你是像在網頁的 或Word裡面call的檔案 請問貼進來的時候 會有什麼情形 樣式會不會一起過來 所以你平常都怎麼做 蛤 office有一個機會 是不是可以變成這個 但是萬一你錯過這個 比如說你已經貼進去了 然後才繼續 是不是就來不及了 對不對 那另外一種方式 如果你在其他軟體裡面 很多人的做法 就會打開那個叫做記事本 有沒有 有用過那個記事本嗎 把它貼進去 對不對 是不是就沒有格式了 然後再汆燙過濾一下 完了之後再把它copy起來 再貼進去 你不會累喔 哈哈 不用那麼麻煩 我們這個小軟體有個好處 來你看一下 在這邊 點了 我要這一段對不對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緊貼上純文字 有沒有只有純文字進來 其他的格式就不會進來 為什麼有時候會需要這樣 因為呢 如果你是這樣子 我整段這樣複製起來 會不會連格式這些都會帶進來 可是呢 我要貼到這邊的時候 我來這裡 緊貼上純 你們比較新版本 應該 這裡有一個叫special paste 就特殊貼上 才會看到這一個 有沒有 只有文字進來 這樣就會比較乾淨 這樣就會比較乾淨 這樣了解了嗎 可以吧 有沒有 那請問什麼東西會經過檢驗部 剛剛的文字對不對 圖片 還有什麼東西會經過檢驗部 還有一種東西叫檔案啊 有沒有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個 點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這裡面 來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有卷軸喔 如果你比較長 有沒有一個卷軸 文字 文字 圖片 你往下走 有沒有這個叫檔案 所以如果你的檔案還在的 可是你忘記我從哪裡摳的 點兩下 繼續貼出來 這樣了解嗎 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 那另外呢 像我們剛剛還有一個情形 比如說像我現在這上面 我這個 我要 後面看來別吃生肌飲食就好 平常如果 各位看的網頁是這一種 那你一定 如果你剛剛是複製了這個 你每次貼出來是不是要重新把這個 再把它刪掉 對不對 但是這裡可以比較快一點 因為剪貼部是可以編輯的 你看我點到它喔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編輯剪貼 好 你看 它會跳一個很像WARD的那個編輯器 跑出來 在這邊 不見了 因為跳出一個類似那個WARD的編輯器 你可以在那邊編輯完直接存檔就好了 下次貼出來都是正確的 這樣了解齁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啦 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那另外呢 當你的這個很多了之後 請問剪貼不可被用搜尋的 因為我記得我剪貼過啊 可是找不到對不對 怎麼辦 你就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下面這裡有一列 有沒有 我要找營養 等一下 看一下 營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只有營養會跑出來 有沒有找到了 所以 也要找到一下自己的東西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對不對 所以你剪貼布透過這樣使用方式 你把它刪掉 是不是又全部會回來了 就回來了 那當然如果某些你覺得 我這個我不要了 怎麼辦 你就按右鍵 可以把這個剪貼布把它直接刪掉就好 這樣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 所以記得回去要做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開機的時候執行啊 會記得嗎 按右鍵 是不是選項 好 這一個 第一個地方 那既然進到這邊 我順便問一下好了 請問你覺得 剪貼布應該記多少個比較好 既然他現在比較厲害的嘛 那你覺得他幫我們記多少個比較好 蛤 10個 哇你好客氣喔 你跟Office說好啊 Office買10個 哈哈哈哈 微軟通常只對他自己的比較好 就Office才有多重貼帳有沒有 但是其他軟體就沒有 那這裡呢 我們最多可以幾個 預設是100個 最多我如果沒有記錯 新版本不知道有沒有增加 1024個 不過通常啦 我通常不用記那麼多啦 大概四五十個應該就 蠻夠你平常用了吧 對不對 蠻夠你平常用 所以你可以自己可以 在這邊做改變 這樣了解嗎 那超過怎麼辦 超過就從第一個 最舊的那個就會被怎樣 清掉 可以接受嗎 你先試看看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講 你可能還會遇到的 其他幾個情形的部分 我們該怎麼來做處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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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